中文好 欢迎收看五金新闻 我是王景益 马上来看新闻焦点 15米椰树倒下 压垮前院屋顶 屋檐下妇女不幸被压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 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抛红总统违背誓言 让乌克兰插手美国政治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首相的国会 修会令是违法行为 促请国会复会 约翰逊不认同 但尊重法院裁决 或从天降 一名马来妇女在住家外 被一颗突然倒下的椰树打中 虽然及时送往医院急诊室抢救 但却不幸身亡 这起事故是昨天傍晚六点 发生在霹雳州司里曼蓉 死者证实是52岁的拉姆拉 曼蓉警区主任 穆哈默汉林夫表示 死者儿子指出 母亲当时正在家外收衣服 不料发生疏导意外 昨天傍晚的狂风暴雨 导致椰树被吹倒 除了砸中死者 也击中死者的住家屋顶 死者被送抵医院后 宣告身亡 一名怀疑是人蛇贩子的男子 在送非法外劳的途中 遭警方截停 不料男子竟然攻击警察 警方被迫连开两枪 打死对方并扣留车上的 八名非法外劳 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阿都哈密证实 这起事件昨天晚上七点半 发生在雪兰娥蒲种市中心 事发时嫌犯驾驶 第二国产车Alza 再送八名缅甸籍非法外劳 当警方试图截停 对方车辆时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嫌犯顽抗试图开车冲撞警方 嫌犯中枪后命丧现场 其中一名外劳也受枪伤 当局随后把八人 带往警局驻查 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弹案的车子 是注册在一名 居住在俄迈的女性买家名下 他涉嫌操控贩卖缅甸外劳 当局正进一步调查详情 至于在柔佛 警方成功导破一个由外籍人士组成的贩毒团伙 当局起货大量毒品 市价达到27万2000令吉 涉及的三人当场落网 柔佛总警长 那都莫浩默卡玛鲁今早召开记者会表示 柔佛速毒组昨晚11点接获投报后 突击位于永平戈打英比扬花园的一所住家 当场起货大约5公斤的海洛因 4444克的冰毒和450克五载 当局也扣押总价值33万8000令吉的名车 名表和现金 并逮捕三名吸毒的嫌犯 陆网嫌犯为一名男子和两名越南籍女性 年龄介于29到43岁之间 他们都是乌有 当局扣留嫌犯7天 直到这个月30号 并援以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贩毒条文调查案件 当局也会鉴定毒品来源和嫌犯的贩毒网络 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线丑闻 民主党人怀疑总统多次主动联系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调查前副总统拜登和孩子亨特的不当行为 形同干预美国政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式宣布 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认为总统必须为行为负责 而且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佩洛西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媒体强调 众议院做出这项决定是因为民主党内 要求弹劾的声浪越来越大 为此他已经指示六个委员会展开弹劾调查 佩洛西话音刚落 特朗普马上反击 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猎屋言论 他认为民主党这波攻击对他丝毫没有影响 只会增加他连任的可能性而已 美国认定伊朗是袭击沙迪阿拉伯石油设施的幕后黑手 特朗普因此呼吁全球用经济制裁伊朗嗜血的暴行 随着美伊朗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从中斡旋 拉拢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展开一场历史性的会晤 第74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继续进行 而这天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 他把矛头对准了美国指控袭击沙迪阿拉伯石油设施的主谋伊朗 他多次警告伊朗 表明要是伊朗继续以威胁姿态出击 美国就不会取消经济制裁 他也呼吁国际社会一同向伊朗施压 特朗普提到任何人都能开战 但最有勇气的人才会选择和平的道路 美国目前需要合作对象而不是对手 美国准备和那些真正寻求和平的国家建立友谊 在反正的反正攻击沙迹在沙迹的沙迹 尽管特朗普威胁把针对伊朗的压力提升到最大 但欧盟国家却紧锣密鼓地 试图通过外交斡旋降低紧张局势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会晤伊朗总统鲁哈尼 进行大约半小时的会谈 寻求突破目前的美伊僵局 随后马克龙星期二在与特朗普会面 试图成为牵线人 安排特朗普和鲁哈尼的历史性会晤 马克龙说他会竭尽所能 为这次的会晤创造良好条件 然而特朗普似乎不领情 表明美国不需要调节者 虽然他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不过他目前没有任何计划 美中贸易战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炮轰中国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却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自称发展中国家 捞取更多好处 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继续侵占他人的权益 特朗普星期二 在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多年来窃取他国知识产权自肥 让美中双边贸易极度不平衡 虽然他依然有信心 美中贸易战能够达成协议 但是他绝对不会接受不完整以及不好的协议 特朗普也敦促世贸组织系统尽快大幅度改革 修补漏洞避免中国再钻空子 英国首相约翰逊下令国会修会引发的诉讼案 有了判决 英国最高法院历史性裁定 无理由的修会 导致国会发挥不了宪法功能 是违法的行为 下令国会必须尽快复会 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峰会的约翰逊表明不认同 但是尊重法院裁决 他会继续争取10月31号如期脱欧 要求反对派支持他推动提前大选 为了能够在10月31号如期脱欧 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月强制国会修会到10月中 引起大批国会议员强烈不满 直接把首相告上法庭 经过三天的听证会 英国最高法院星期二 作出历史性裁决 法院以无理由修会 导致国会无法发挥宪法功能为由 裁定约翰逊违法修会 国会必须尽快复会 这项裁决无疑再次重挫了约翰逊 目前仍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峰会的他强调 无法认同法院提出的理由 但是他尊重法院裁决 约翰逊直指把修会课题带上法院的人 是为了阻止英国如期脱欧 但是他不会放弃 一定会争取在10月31号脱欧 并强调法院的裁决 绝对不会影响脱欧进程 与此同时 约翰逊也呼吁反对派工党支持提早举行大选 不过工党党魁科尔滨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就炮轰约翰逊剥夺民主 应该马上为自己违法的行为辞职下台 当被记者追问是否会辞职时 约翰逊三度强调绝对不会 法院裁决之后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贝尔考也随即宣布 国会将在星期三复会 这也意味着 约翰逊必须出席他上任以来的 第一个首相问答环节 恢复的国会预计会继续重点商讨脱欧事宜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英国可能会出现几个情况 包括约翰逊辞职 达成脱欧协议 无协议脱欧 延后脱欧 提前大选或取消脱欧 原本就已经非常模糊的脱欧前景 如今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究竟英国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脱欧会不会胎死腹中 白忙一场 无人知晓 印尼灵火肆虐 烟埋笼罩 亚齐村民投诉 孩童呼吸困难 印尼料内前天进入紧急状态 烟埋问题导致空气素质亮红灯 不过森林大火依然烧不停 不仅仅是邻国遭殃 就连当地居民也大吐苦水 他们申诉 埋害问题导致小孩呼吸困难 所以让人无奈的是 烟埋笼罩的问题 似乎看不见尽头 亚齐气象局官员透露 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风速 从东南部吹来 尽管亚齐当地没有灵火热点 但附近省份不断发生 灵火狂烧的情况 导致亚齐陷入烟埋所成的困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二警告 印尼灵火导致将近1000万名孩童 受到空气污染威胁 包括患上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是的全球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传 巴基斯坦星期二发生 里是5.8级的浅层地震 建筑物倒塌 地面出现足以吞没 汽车的大裂缝 情况害人 目前这场地震的死亡人数 不断攀升 至少22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这起地震震 镇央位于庞哲普省和喀什米尔之间 震源深度达到1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附近地区居民都能感受到剧烈摇晃 许多民众更被吓到冲出屋外避难 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 开始展开救援行动 救出受困在地震残骸的受害者 当局也派遣军对合医药小组前往灾区 向灾民派发被子 帐篷和日常用具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发推文指出 他已经指示所有政府部门 立即提供援助 庞哲普省和喀什米尔上一次发生 严重地震 是在2005年 当时造成8万多人死亡 另外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 一家妇产科医院 星期二凌晨发生大火 造成至少8名婴儿命丧火海 初步调查这些婴孩的死因是遭到大火灼伤 或者吸入浓烟 这家医院凌晨4点左右发生大火 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后 救出11名婴儿 107名妇女 以及28名医护人员 不过8名新生宝宝 抢救不治 阿尔及利亚总理贝都伊 已经下令调查事发原因 这家医院在过去一年半内 已经两度发生火灾 去年5月的大火造成经济损失 全球气候暖化速度越来越快 联合国报告揭露 预计到了2100年 全球海平面会上升一米 到时候 印度孟买四分之一的面积将会受影响 当地政府亡羊补牢 这几年积极在海岸种植红树林 希望能够防止海水涌进城市 是 过去15年孟买海滩因为海平面上升 后退了超过20米 专家预计即使海平面只是上升20厘米 也会导致孟买等热带地区 发生洪水灾害的几率上升一倍 更糟糕的是在发展洪流下 印度保护海滩的法令松懈如同虚设 河流小溪被填土 导致排水系统越来越差 即便有超过3万公顷的红树林抵挡海水 依然无法保证可以应对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 十三世纪名画被民间当成普通的红树林抵挡海水 普通宗教化挂厨房 下个月即将在巴黎拍卖 对喜欢到海边细水的民众来说 水母让人苦恼 一不小心碰到就会被遮伤 如今生物学家发现 这种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随着气候变迁 加上人类丢弃的塑料垃圾 成为水母的繁殖温床 全球水母数量激增 海洋已经成为了水母的地盘 我们要多了好多地被遭了 因为多数据有少人的专利 都会被改变了 相关的灾动力 但是在自动动静 自然而来自动动力 会有上升到的水母的养 鳥,云南,云南,云南 雷霸汪,云南,云南,云南 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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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云南,云南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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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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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巴黎水族管的生物学家考特表示 过去水母激增的现象 每12年才会在地中海发生一次 如今气候变迁和海洋垃圾 打破这个循环周期 每年都上演着激增情况 随着气候变暖 水温上升 水母的繁殖能力越来越强 另外 水母数量大增 也导致海洋的生物链失衡 水母会吃掉浮游生物 当中包括鱼苗 因此鱼类也会减少 随着水母的大自然捕食者消失 水母的存活几率更高 几个世纪前 出自著名画家的画作 都是由专家仔细照顾和珍藏 但是其中一幅文艺复兴早期画家 弃马不哀的画作 却流落在民间 并且悬挂在一间民宅厨房的炉灶正上方 而拥有这幅画的法国老太太 原以为只是一幅普通的老旧的宗教画作 不过她万万没料到 这幅作品价值超过四百万欧元 这幅作品价值超过四百万欧元 这幅名为受嘲弄的基督 是七马不哀是幅基督化作中的 其中一幅作品 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估计价格介于四百万到六百万欧元 也就是大约一千八百三十万令吉 到两千七百六十万令吉 七马不哀是推动拜占庭艺术 转型的重要艺术家 他是第一个在画作中融入情感 突出画中人物的画家 对文艺复兴起了非常大的功劳 这幅画将在下个月27号 在巴黎桑利拍卖 气候危机是全球对抗的目标 法国时尚品牌迪奥 将2020春夏时装系列的发布秀场 打造成一座森林 让模特儿穿梭走猫步 重建时尚和大自然的平衡关系 这160颗绿油油的树木 在时装秀后 也会种植在巴黎的城市花园里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去欣赏 这场别出新材的时装秀 我是王金益 祝你有个愉快的下午 我们再会